各位喜歡蘭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安格斯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 我的 YouTube 頻道是一個蘭花頻道 我在這邊與你們分享蘭花相關的種植藥領 個人經驗 我學習到的技巧 蘭花欣賞 等等等 如果你想要學會怎麼養蘭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打開通知鈴鐺 這樣每當我上傳新的影片 你就會收到即時的通知 今天的這個影片呢 安格斯要來跟大家看一下這顆蘭花 這顆也是一顆迷你的蝴蝶藍 它也是一顆超市蘭花 而且它也沒有名字 另外一個這顆蘭花的特點就是呢 這一個蘭花這一次的開花 是我買回來開完花之後 隔了可能已經超過兩年都沒有動作 現在第一次在我養護之下 重新開花的一顆蘭花 那我們把時間往前推 在2018年的4月底 它那個時候呢 正在長新的葉子 長新的根系 那你也可以看到 後來它的氣根是長得相當的長 我也沒有理它 那到了2018年的6月前半部分的時候呢 它還是陸陸續續的一直在長根系 到8月也一直在長根系 長得非常誇張 一直到了2018年的12月底的時候呢 它開始啊 長了 第一個 花梗 在我養護之下第一個花梗 因為買回來 開完花之後呢 它就一直都沒有動靜 一直到現在才又重新開花 這顆蘭花你等一下注意看一下影片它根系喔 其實它後面啊 因為它的這個氣根長得很長 所以呢 在長花梗之前啊 其實我就有把它們 不管有沒有受傷 就都把它折到外杯裡面去 還是在陶杯 就是這個瓦盆杯子的外面 但是是在那個透明杯子的裡面 我就把它折一折都放進去 因為這樣泡水的時候呢 這些氣根就進來都會被泡到 那有時候這些朋友 蘭花朋友會問我說 你不怕這些氣根壞死或什麼的 那我不怕的原因是 因為它其實裡面的根系 它一般來說 根系如果見狀啊 有一兩條這種根系 比如說因為不小心折到 根背啊 受傷啊 其實你不管它 讓它有一點時間癒合喔 只要不是根背完全潰爛死掉 只要有根背包覆著 即便中間有一段可能已經壞死 但它頭尾如果還有根背包覆著啊 那個根背如果有吸收到水分啊 我個人的觀察是對於蘭花吸水還是有作用 所以不要覺得說中間有一段乾掉之後 它前後的這個根背 你就必須要剪掉 那條根就沒有用 也不是這樣子 好 第一朵花是在2019年的3月中旬打開 那這顆蘭花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覺得它開得很漂亮 因為其實我只知道它是暗紅色 但早就忘記它還有白色滾邊 因為已經兩年多棉間掉它開花的樣子 但是呢 這顆蘭花這一次的花梗啊 只來了六個花苞 我記得當時買的時候它好像還有八朵花 但是 其實就先跟大家在這邊講了 它只有兩個花有打開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第二朵跟第六朵 然後後面你陸陸續續會看到 它的第一個花苞 跟中間的其他的花苞啊 其實就陸陸續續的 因為某種原因喔 它就開始乾掉 自行吸收 然後就都沒有開 第一個花苞 我其實不太確定為什麼 因為那是在我出差前 但是後面中間的這些花苞啊 乾掉的原因是因為呢 我那時候 如果你看我同期的一些影片 你會知道那個時候其實有十天我不在家 那中間有天氣巨變 就是從很冷到很熱 然後又到很冷 那中間很熱的那一天呢 因為冬天的時候我是不會開冷氣的嘛 所以它只有溫度到達某一個層 很低點的時候它會有暖氣打開 否則的話呢 它就是沒有冷氣 那那天很熱就是沒有冷氣 所以我猜啊 就是那一天啊 這些沒有打開的花苞就熱到了 所以它就你看到現在這邊 它這樣子呈現乾枯 所以其實就是只有第二朵 跟最後一朵打開 不過呢 這個東西是仰藍的一部分喔 這個天氣的這個影響 或有時候是因為你拿來拿去 不小心撞到或什麼 都有可能會造成花苞掉淚的現象 所以這都是仰藍的一部分 也不用太過於難過或怎麼樣 至少嘿我還有兩朵花可以看 而且這是已經睽違兩年多左右 這樣的一個時間它又重新來花 所以呢 這個是這一顆花今年啊 它的一個綜合表現 這顆蘭花泡水呢也是一樣喔 我澆水是從杯子的上面呢 快速的將水倒入 那一旦這個杯子的水滿出來 我就停止 那杯內的水會慢慢的透過 杯底下面的這個排水孔呢 流到這個塑膠外杯裡面 承接 那我就會讓它在那邊 泡個二三十分鐘一個小時 然後等到它真的就是 我確定它已經完全飽和了 吸水飽和之後呢 剩餘的水我就會承接起來 統一處理掉 有時候是拿到我的前院或後院去啊 交交種在土裡面的花草 因為那如果是有肥料的水 其實還是可以被利用 那那些當然就是譬如說 玫瑰花或什麼的 或是就是一些 是我不怕 它們是比較 耐疾病的這種 我就可以把這個肥料 倒到它們的盆裡面去 讓其他的植物來做 廢物利用 好那這邊呢 那就是這個當時兩朵花都打開的一個影片片段 你可以看到 第一朵花 第二朵花 跟中間的花包呢 其實是很不幸的 都是呈現掉蕾掉包的現象 那只有中間跟最後一朵花有打開 但是沒有關係 我相信這個影片啊 其實當時我在講說 我把這些蘭花的根系都折到 就是介於外杯 跟這個陶杯 就是這個瓦盆 植料這個杯子的中間 你可以看到這個影片 它其實那些根系就是被折進去 然後放著 其實呢 當時我也就不管它 反正想說它其他的根系還蠻健康的 我就這樣做 可是我發現其實 我把那些根系折進去 當然它根背有一些會斷掉 但是呢 我就那時候都保持乾燥不澆水 其實它癒合之後呢 我發現其實它有一些根系還是持續 是根間還在長 因為有一些你看它有長到杯子的底部 那其實它自己就長下去 被擠到長下去 然後又再長上來的 所以呢 這個其實告訴你就是說 不小心你在傷害到根背 或是根系 就是氣跟折到的時候呢 你其實不要太驚慌 其實你就是提供一個乾燥的環境 讓它在破掉的地方結痂 基本上呢 就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當然有些根系的確就是會死亡 然後會繼續往上延伸的死亡 不過那個東西呢 就是看蘭花跟天氣 還有各方面狀況 不一定 那這一顆蘭花 其實當時我就是決定這樣做 一方面是要省空間啦 因為氣跟有時候它長得很直 往後長 之前我有提到就是說 葉子跟花梗呢 是朝陽光的方向去長 但是呢根系啊 其實是遠離陽光的長 因為它們根系應該是要找水氣 找水分 那陽光的來源 一般都比較熱比較乾 所以這些根系它一定是長遠離陽光去找水嘛 所以它就是直直的長 前面的片頭你應該有看到它的根系是很直的往後長 那我後來決定就是 有一陣子我是不想動它們根系 所以每次都小心翼翼的挪動 但後來覺得太麻煩了 所以我就是有點把它們綁起來 就是折一折放到杯子裡面去 然後該怎麼放它們能不能夠活就看它自己 那你看有些它也是又重新再沿著杯子再長上來 所以這個東西呢也證明了這個蘭花它們自己的一個生命力的一個旺盛 所以當你不小心啊碰到跟就是把氣根弄受傷 或是不小心折到它有一些表面上的斷裂 其實不用太擔心你就是保持乾燥 過幾天應該乾了結痂了就沒事 那就可以重新再按照一般養護來進行就是照顧應該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這一顆花呢雖然說啊是只有這一次來兩朵花 那但是呢也又讓我重新再看到這顆花到底長什麼樣子 因為當時買回來已經是兩年多錢了吧 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這顆花開花 所以又讓我重新看到喔原來這顆花長這個樣子 那在這邊呢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我能夠勇於嘗試這樣子的一些這種實驗性的動作呢 主要是因為這些蘭花都相當的便宜而且常見 所以如果我要重新買都沒有問題 所以呢大家如果要發揮實驗精神 那其實要去練手或學習對養藍的知識要做實驗的時候呢 還是建議你啊用比較便宜常見的蘭花來做實驗 這樣子你晚上比較睡得著喔 這是一個非常紓壓開心的一個興趣 所以千萬不要拿太名貴少見的蘭花來做實驗 因為這樣子呢你既不能夠放鬆 然後萬一呢傷了荷包 然後沒有好的結果呢 這樣子也是我們不願意撿到的 所以記得喔 盡量用便宜的東西來幫助你了解蘭花種植 養殖的相關知識 而不要用太貴太稀少的蘭花來做這樣的動作 以上就是今天為您帶來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幫我在影片的下面點個讚 如果你要繼續與我一起學習怎麼養藍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並打開通知鈴鐺 謝謝你的觀賞 我們下次再見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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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